哈喽大家好,我是橘娜们,咱们今天这一视频给大家继续带来一期迷克河大冒险的游戏实况,咱们直接开始游戏 咱们上期结束之后呢,我现在大概已经知道咱们要去哪里找东西了,咱们现在的话已经是可以去一楼找一下那个武器库了 因为上期咱们主角中毒啊,就是被毒了之后,没吃解毒地之前,主角咱们废得跟个计而已啊 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保护库的钥匙了 没想到柜子里面竟然有钥匙,我现在真的喘不过气差点 然后这四个傻逼,四个触手又来了 我就挺讨厌这种黏黏黏的音效 哎呦,我靠又是触手来了,而且这数量还不少 我们主角准备在这边伏击一下 我们主角随便拿把小刀剧弹都能把这几个给干死了 好,像之前 然后 受死吧 然后之后就 全部都论掉了 这些触手 然后看到是什么 看到情况不妙跑得还挺快的 穷扣墨追,总之不用先理他们,继续探索吧 刚刚拿到的钥匙,现在写着保护库,该不会 稍等一下,我从这打 我看看我手机上有一条消息啊 稍微看一下,然后再给大家继续 把手机放一下 好,怎么现在的话 拿到保护库的钥匙的话,我现在想个方法 我们现在的话 右边看一下还有没有东西 我们现在的话是不是什么 已经没有东西了 这边的话 怎么去保护库看看 保护库在哪 我就不知道 左边的话 目前肯定是去不了 我去楼上看一下保护库是在哪 我忘了已经 他妈的 我这稍微 长一点时间不完我就忘了 门锁住了,不是这个保护 这个也不是啊 那就奇了怪了 保护库在哪呢 我都不知道 这个储藏室肯定不是这个 我们去右边看一下 又是锁住的 是这个吗 保护库的钥匙 这边有好多财宝 很棒 该怎么做呢 这些数量的保护一个人也带不走 得雇人来帮忙搬运才行 等等 但村民们不可能做事我拿着这些保护 而且这次委戳任务还没完成呢 与其放击任务只带一人份的保护库 不如完成任务之后再跟村民要一些合理的报酬 好决定了,把这次的任务给你完成吧 除了啊,我有点慌 没必要着急打开 锁住了 空空如也的橱柜 原型凹槽 算了,算了,算了 有一些你我怎么感觉 诶,可是 来保护那 那我这也没有东西呀 我操了 我说没有东西呀 你让我来保护库 可是我这没有东西可以拿 那你 来的 那我们有 我找一下 我看一下我们下一步是 去哪 诶,出发个剧情 这声音是从前面传来的 啊,存档膜好吧 诶,右侧居然打开了 我靠 门被破坏了 里面声音是从里面传来的 走走走 哎呦,我操有触手 你妈个逼啊 哦,有谁来救救他 诶,你们臭触手 诶,你们的对手是我诶 诶,我靠,我把三个给杀掉了 好厉害 你也是来探索宝物的 探索这座废墟的冒险者吗 你的同伴呢 那些触手怪太多了 我好不容易才逃到这个房间躲起来 其他人不是被杀掉 被吃掉 就是被抓到触手巢穴了 触手巢穴 所以这些魔物的巢穴在这座废墟底下咯 应该没错 但我们稍微接近 那些触手就跟潮水一样 不断从坑里面爬出来袭击我们 左边那个大洞 看来没靠近是正确的决定 我的干粮吃完了 触手又正好破门了 如果要不是有你在 否则就不堪设想咯 小事一装吧 但这里的触手 确实比平时在野外看的更难 更棘手 那赶紧走吧 剩下交给我来处理 你 你该不会是想独自挑战 这里的触手吧 这样太危险了 这也是工作嘛 不用担心我 不过我在战斗的时候 没法保护其他人 你如果不快走的话 那些触手又会来的 嗯好吧 我知道了 对了那些东西请你收下吧 我得到了一个钥匙 这是 这是关我在这间房间时 我关在这间房间里找到的钥匙 如果你要继续的话 如果你要继续留在这里的话 说不定还能派向用场 谢谢了 那我们走吧 我互动到门口去 这里离大门很近 我一个人就行了 我对自己逃跑的速度很自信的 感谢你的救命之恩 我先走了 希望你的任务能成功 哎我操有点鼻塞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真服了操 麻烦了 如果正如他所说的那样 地下潜伏那么多触手 那就算找回圣年 利润 凭我一个人也很难对付 哎算了都想无意先探索吧 床 这些床不能睡觉 这个游戏好像也没战斗功能 这边有个木炭 破裂的红酒瓶 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没有东西 我们现在得到一把三楼的钥匙 现在是可以去三楼是吧 这边破掉的东西 也都是没有任何价值 咱们走吧 现在可以去三楼是吧 哎 这不是 这什么B本 不是三楼吗 左侧通道 现在已经可以 可以直接到三楼了 外侧通道 这边有个礼拜堂 这啥 灰尘的石碑 这是什么 写满了各种岛纹 庄园的女神像 那这个钢琴是弹不了的 坏掉的 那这些东西的话也都是破了 哎我真服了 哎 领主的哎呦我操了 这出发剧情了我会点害怕 你知道吧 这个房间是卧室 而且还破了个洞 这什么 宝箱吗 地下室的钥匙 刚刚调查时候 没发现哪边有地下室啊 那这样路口会在哪呢 有点慌知道吧 就 领主的日记 那位大人答应了 只要我帮好他准备实验场地 他一定会让我儿子重新团聚的 啊 差年 欧欧年 三角行月 那位大人已经抵达了 并左手开始准备实验材料 他需要一些魔物的尸体当作素材 这当然没问题 只要我分布手下去附近抓那些地底魔物 要多少有多少 啊 这些恶心东西啥啊 这些触手不是我的儿子 但是 他保证这只是测试失败的产物 但一旦成功 绝对能复活我死去的儿子 这些实验失败的触手他会好好处理的 啊 自从上次实验过后一段时间 失败 实验失败的触手越来越多 卫兵人跟仆人都在抱怨 最近还接到有人失踪的报告 恐怕跟那些逃不出去的束手 挣脱不了关系 我已经严厉警告过他了 但他越来越沉默寡言 整个人都变得很怪 我应该继续相信他吧 最近城堡内的气氛很糟 提出辞城的人也越来越多 实验的进度一直停止不前 再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明天我就去地下室把他赶走 我居然会笨到像一种江湖术士 之后还得再想其他办法再行 原来是这么回事吗 看来这座城堡的领主居然妄图用术士 变成死去的孩子 所以实验失败导致这么多人变成 这么多人造的变异触手 这下说的通路 怪我自己的触手跟野外比起来难散许多 感觉事情越来越麻烦了 而且我之前几乎也没有跟这种变异触手 交代过经验 如果哪里有参考资料就好了 哇这字写的也太潦草 根本不知道在写啥 得到一个可爱的熊王偶 这只熊王偶看起来挺可爱的 反正废墟也只能出手怪了 这布偶熊带回去做纪念吧 漂亮的能造花 没什么有用的东西 柜子锁住了 有身份的人穿的红酒 我靠我还是得存个挡 我才敢调查 因为我害怕又坑 其中几本标题为便衣触手 研究手册的书 这是 与一般森林或洞壶中常见的绿色触手不同 由炼金术炼制出不同种类的便衣触手 是网上合成高等魔物的绝佳素材以外 力量速度学习能力和普通触手相比强上许多 目前研究发现便衣触手主要分为五种分别是 紫色 不是粉色生命力较弱 最容易电程的触手 紫色生命力刺等 经常跟其他触手半生 黄色生命力较强 能抵抗物理攻击 蓝色行动极快 滑溜灵活但本体脆弱 黑色触手行动止缓但体内积蓄着大量的能量 死亡会爆炸 注意触手手里 就是那些便衣触手的群体如果持续扩大 则群体中有机会产生一些能够突破生长限制的触手 则这些触手会成为该 这个触手会成为该群体的首领 并且不断的伸出新的便衣触手 此时触手数量会出现爆发式增长 建议在数量失控前就先削减并管控他们的数量 对看触手时务必注意触手从各个角度攻击 一旦被缠住就很难能挣脱 而且有些研究显示触手的那个成分会令女性发情 除此外也观察到便衣触手的液体效果比苦中触手要更强 此外女性体内一旦吸收到便衣触手的液体就从发黄到弃绝 等等情况都有可能 一旦女性昏迷后被他们抓获则会被盗力去出头朝学 并且作为性奴给囚禁起来 目前没有仅靠自身力量能够成功逃离的技术存在 请对付出头怪师务必谨慎 原来这出手还有这么多准雷又学到一课 研究手册先拿走一本嘛 这些知识对对看出手应该有用 哦没了 充个大 咱们现在是 40级 变强了是吧 我觉得应该是变强了 右边看一下 哎呦我靠武器库 这里还躲得住了受死吧 怎么了不攻击我吗 都跑掉了 居然逃跑了 难道说这些触手也开始懂得挑战对手了 挑对手了 这些触手比我想的更聪明 不赶快剿灭他们的话会变得越来越麻烦 这样追下去也没有意 先别管他们了吧 衣柜 空空如也的柜子 铁锤 我记得有些地方墙壁的裂缝看起来很脆弱 用这个大铁锤说不定能直接敲碎 其中一把的手柄已经烂了 不过另一把能用 找到一本的铁锤回去试试看看 我知道了 我现在知道大概是在哪里了 嗯 不对不是这个地方 是在那下面 这地方明显也不是 我记得不吵他妈了 吓我一跳啊 我吵枪又有埋伏 不就是群触手怪嚣张啥呢 有些难缠了稍微变得有些难缠了 再来呀 这只黄色的生命力还真顽强 地板碎裂的声音 哎啊嘞 溜了 哎呀我吵了我现在大概知道应该怎么下去了 从那边下去的话就会 就会触发其他回响就直接死掉了 就直接game over了 怎么可以从这里跳下去 我才发现这里是可以跳下去的 高度看来不高看来从这里可以直接跳到二楼的样子 直接跳下去吗 跳下去吧 这什么恶建厅吗还是什么 这里看来是二楼的某个房间 终于找到了 你这是蓝色的触手 快把我的圣言利剑还来 利刃还来 牛牛 哎呦我操了 这样又搞埋伏 不过这次我不会怕你们 我真服了 黑色触手没见过的颜色呢 难道是什么新品种的触手吗 让我看你有什么能耐吧接招 等等我记得刚才那本 触手说命手术说黑色触手会爆 难不成这些触手怪就打这主意 太天真了以为我没有远程攻击吗 哦 神圣的光 谁家圣光是吧 这威力真是精灵 还好没有靠近 我靠 但这样就没有东西能阻挡我的受死 受死吧 好死了 这是蓝色触手 现在只剩你要快点把我的武器还回来 然后去死 哎卧槽了 又跑了 你妈个逼啊 可我这样又不知道他会跑哪去了 没办法只能继续探索 下次绝对不能让他溜了 这什么 黑色的魔力结晶石 哎 这好像是刚刚那只触手体内的结晶啊 拿去卖的话还能值钱吧 留着 这领主的宝座坐下还挺舒服的 别闹了还继续探索吧 哦 哦 还能一直坐 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这就奇了怪了 来这边 总该有东西用吧 怎么充党吧